女人上班马上就要迟到了 一旁的老太太低头看报纸 全然没有注意到一辆车正朝她急迟而来 她毫不犹豫地上前将老太太拖回了路边 可却正是因为这一善举 不但让她迟到了工作 属于她设计的鞋子也无法交差 本就不怎么受待见的安妮这下 更是沦为上司的出气筒 但她不知道的是 今天就下的这位老太太 在不久的将来不但让她成为了万人瞩目的女神 更还收获了一场天大的姻缘 安妮是一位长相平庸的设计师 频率里还包揽了给模特们打下手的任务 在片场可谓是没有一点尊严 这天一只有力大手的出现 成为了安妮灰暗世界里面的一道光 只是这样看了一眼 她便深深地沦陷了 但同时安妮内心清楚 自己与她完全就是两个世界的人 杰克不但被评为全国最杰出青年 手底下更是有着过亿资产 安妮所工作的地方就是其中一部分 好友看出了她内心的想法 便鼓励安妮上前搭讪 仿佛是鼓起了莫大的勇气 她第一次站在杰克面前介绍自己 可得到的却是无事 好友看到她这副怯懦的样子 决定给安妮来一次大改造 她将它带来酒吧 告诉了安妮与异性说话的技巧 很快一个男人就注意到了她 缓步朝着这边走来 可却没成想她只是来搬了张凳子 这让安妮非常受挫 坐在河边一个人郁闷时 那天的老太太再次出现 为了补偿安妮为了救自己而损坏的鞋子 她想尽办法找到了一双一模一样的 I bet you famous 安妮有些不明白她话中的意思 只是直勾勾地盯着手中的鞋子 明明是自己设计的 老太太又是从哪找来的一模一样的款式 一个不留神 她已经到了桥上 安妮很不理解这句话的意思 可很快她的梦想就真的成为了现实 杰克为了筛选最有魅力的女性 举行了一个盛大的派对 好友特意来送安妮礼服 鼓励她大胆去追求 她发现老太太送来的鞋子刚好与礼服配对 对着镜子不停给自己打气 穿上鞋子的那一刻 整个房间的灯光忽然一暗 刚刚踏足派对现场 她惊艳的容颜瞬间就吸引了杰克 没错 那双老太太送来的高跟鞋被施以了魔法 而这场派对之所以会召开也是因为她 blir圣光忽然一样的乐 annavier 随便十秒不明